小恐龍 小恐龍,為什麼你不寫 我還不想寫 你是不是不舒服 沒有 那你就想拖跑出去玩 才不是 其實我也很想寫 那我們就一起寫 你看,我已經寫好一個字了 好快喔 可是 可是我 你到底怎麼了 好啦,我告訴你啦 你知道嗎 那一天我在寫毛筆字的時候 小君就跑過來笑我說 你寫得超像一年級小孩子寫的字 然後你知道嗎 他後來還一直批評我說我寫得很醜 你不用管別人怎麼想嘛 你就寫寫看啊 寫一個字就好了啦 快點... 真的喔 那我寫寫看喔 你不會笑我吧 不會 那我寫寫看 我寫兒童的童 小恐龍,你寫的字也滿可愛的耶 真的嗎 真的啊 真的啊 你真的這樣覺得嗎 其實你不用管小君怎麼看你啊 小君也不一定說的是對的啊 雖然很像一年級寫的字 可是其實也滿可愛的啊 小朋友,被同學批評的時候 你是不是也會像小恐龍一樣 心情會變得不太好呢 今天我們就要一起來學習 面對批評應該怎麼做比較好呢 我們今天都要來... 我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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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一起玩遊戲 小恐龍 所以你剛剛 就是因為被人家說過以後 你就不想寫書法啊 對啊 他一直批評我耶 可是還好王毅 他有安慰我 那我想知道 人家那樣批評的時候 其實你真正的 心裡頭的感覺是什麼 好 出來安安看 來 在這九個情緒裡面 哪一個最像你聽完 他的批評之後的心情 很多個嗎 還是一個 兩個 好 那你都按出來 我看看 有一個 這個 有一個 這個 又生氣 又難過 對啊 怎麼說 就是他說 他說 他說 你寫得好像小學一年 你寫的字 我說好生氣喔 然後我就生氣氣氣氣 氣完之後 然後他就開始批評我說 你寫得好醜好醜 然後我就開始難過起來了 這樣喔 好 我知道了 好 那請你坐下來 好 那我就要問了現場的小朋友 有沒有遇過像這樣的事情 有 好 那陳展告訴我什麼事 就有一次跟同學去打球的時候 就同學把球傳給我 結果他叫我投三分球 然後我太低沒有跳高 沒投中 然後上課之後就被同學罵 他就說你都因為你 我們才沒得的 那你過來 你過來 我看看 好 好 選好了就按 也是兩種心情 又緊張又難過 緊張什麼 下一節課打球又沒有投進 又被罵這樣子 然後難過的就是 難過被人家罵 不太想跟他們繼續打球這樣 知道了 好...那請坐下來 好 剛剛誠意也說 有嗎 好 告訴我 是什麼事 就是有一次學校 老師叫我們在學校寫作文的時候 那個同學就說 你寫的作文怎麼這麼爛啊 我都已經寫到第三面了 第一面還沒寫完 後來就很多人來笑我 好 那我現在也要請陳寗 陳寗來告訴我 想好最像妳的 妳選的是驚訝 因為平常在安清班的時候 或在家裡爸爸媽媽 或者是安清班老師都說 都說我寫得很好 雖然我寫得比較短 可是我長話短的時候 他們都說我寫得很好 然後我聽到同學這樣說 我就覺得很驚訝 好 剛剛還有一個舉手是宇涵嗎 好 宇涵告訴我 我回去堂姐那邊的時候 然後我想學那個兩輪的腳踏車 然後隔壁的壞鄰居就說 你到現在那麼大了 還想學駛腳踏車 而且駛那麼歪 好 那妳來...來告訴我 那時候妳是什麼心情 告訴我來在這九個情緒裡面 哪一個最像妳那時候的心情 妳的是生氣 好 來 為什麼 最氣的是怎樣 因為人家就已經很想學了 然後妳還罵人家 後來妳怎麼辦 就不想再騎腳踏車 因為每次都被別人罵 好 我們要給宇涵掌聲 好 請坐下 好 那這就要來問老師囉 老師其實遇到這一種事情呢 被人家批評 小孩都會記得耶 那當然 因為那是一個很深刻的 情緒的經驗喔 不過好像三個人聽起來都是選擇 去做別的事 然後就想辦法把他消氣 把他忘記耶 你會看到因為人喔 有負面這種我們叫 讓我們不舒服的情緒 好 就叫做負面情緒 那像剛剛小朋友呢 你會發現碰到這種狀況 被別人批評 被別人嘲笑 大概最常有的情緒 第一個就是什麼 難過 對 難過就是說難道我真的這麼不好嗎 覺得自己不好的時候就會很難過嘛 那第二種很常見的叫做生氣 那生氣來自哪裡呢 通常我們生氣就是會看著那個人 你不應該這樣笑人家 你怎麼可以這樣笑我 對不對 如果重點在這裡就會感覺到生氣 那我覺得剛剛有位小朋友很棒喔 他有提到什麼 緊張對不對 對 其實多數的小朋友 剛剛小恐龍也一樣 當下次要再做這件事情的時候 你就會很擔心 我會不會做不好 然後又被笑 所以你下回要再做同樣的事情的時候 因為被笑過 你就可能會比較緊張 那驚訝當然是比較少見 那驚訝是你對自己很有自信 他們怎麼會這麼覺得呢 我覺得這也是一個很棒的反應 那我們會看到多數小朋友 其實一定都是 第一個感覺一定是不舒服 所以我們都不喜歡被嘲笑 對 那但是很多小朋友當下會先選擇 那我去做別的好了 那這對於處理當時的不舒服的心情 其實是有幫助的 但是我們比較怕的叫做一去不回 再也不要做這件事情 像小恐龍這樣 就是像小恐龍 好可憐喔 那就要問爸爸跟媽媽囉 有沒有過小朋友回來跟您分享過 他遇到了一個什麼批評 然後讓他裹足不前 我們家小孩沒有補英文 那同學有補的啊 他有的在幼稚園就補了 所以他就會批評我女兒說 他英文很爛 那英文很爛 其實剛開始學的時候 都會遇到挫折 所以女兒回家 他當然會心情不好 然後有時候背單字 他覺得他背了就會忘記 所以他會垂自己或是垂牆壁 他有時候會哭 然後當下我也會覺得 你有認真背 你有沒有很笨 怎麼可能背不起來 我就一直罵他 然後但是後來我發覺 我這樣做法是不對的 對 所以我現在呢 我兩個孩子 我都是每天都是半個小時到一個小時 我陪他們背單字 然後復習這樣對話 然後寫一些英文單字這樣 他們進步了 我就覺得很棒 所以妳自己有用過兩種方法 而且自己調整過 對 因為我覺得 我看他很痛 我也很痛 因為他就會去 他自己傷害自己 然後他會垂牆 他覺得他怎麼可能會背不起來 然後又被人家看不起 所以老師 就是媽媽就是在智慧上 開始慢慢展現了 是 所以我們會看到 當孩子受到批評 其實我們會發現 第一個他一定心情會不好 第一個受影響的就是心情 然後接著下來 他會對自己可能就沒有自信 因為孩子呢 我們知道人要對自己有自信 但是不可否認 在小的時候 一個孩子的自信心 主要還是來自於別人怎麼看他 特別是他的同學 爸爸媽媽跟老師 那第三個很重要的就是說 當你自信不好的時候 就像剛剛媽媽提到的 本來可能他頭腦很清楚 可是當我們有心情不好的時候 我們自信不好的時候 頭腦裡面有一部分的功能 就會稍微弱一點 所以你就會發現 他表現會不如平常 好 那又會影響到人際關係 那我覺得這個媽媽很棒 他剛開始也是先看到說 孩子你怎麼沒有背好 他也是先看到他的問題 他的缺點 可是後來我覺得很棒的是 他長智慧 他調整自己的心態 他發現孩子碰到問題的時候 最重要的是需要陪伴 跟他一起找到方法來解決 老師這邊剛好有幾個很棒的方法 可以提供給大家做參考 好 來 第一個我們看到 不要馬上反應 其實是一個不錯的方法 為什麼 因為你的反應越強烈 其他的小朋友下次就會更想要嘲笑你 因為很好玩嘛 所以我們會看到就是說 一般我們都會很想趕快反擊 其實不反應是比較好的 第二個我們叫做不否定 什麼叫做不否定 我哪有 你看我們被罵的時候最常講 我哪有我才沒有 好啦這後面就叫做沒完 沒了了 那第三個會看到的就是具體的描述 你自己的表現 然後最後要表達 什麼叫要表達 可是我不喜歡你這樣說我 可以明確地表達 那其實如果有這四個步驟 經常這樣練習 你就會發現被批評的時候 你不會那麼那麼的挫折了 那我要問囉 現場小朋友 人家這樣批評你 你有跟他說 我不喜歡你這樣說我 就是別人用我 我就說 請不要這樣子用我 我很不舒服 妳會說出來 很好喔 可是後面的人都是打叉的耶 為什麼 元昊 很少發生過 很少發生 那發生過的時候是怎樣 發生過就不理他 你也是不理他 那一名呢 非常適合 就是很少發生 也是跟他一樣很少發生 那發生的時候你也不講 就覺得沒關係 真的沒關係 所以是真的沒關係嗎 老師 我們有沒有發現 剛剛好多小朋友出來都按什麼 難過 對 其實第一個感覺 那個難過絕對是在的 還有會生氣 雖然你當下說算了 可是其實那個情緒累積在裡面 不知不覺的會影響我們的自信 所以其實我們還有一個好方法 想要教給大家 是可以幫助你提升你的自信的喔 好 那我們馬上進行動動腦時間 腦筋轉一轉一起玩遊戲 今天的動動腦時間 要讓大家來想一想 你對以下這些東西的第一印象是什麼呢 電視機前的小朋友 還有爸爸媽媽 也一起來想想喔 好 先看第一個圖 苦瓜 誰想到我先講 好 金慧說 苦瓜給你的印象是 苦瓜給我的印象是覺得 覺得看起來苦苦的 又不敢吃 不敢吃 還有嗎 還有人不一樣的嗎 來 王翔 所以以前大會公外國家看到 苦瓜就很想吐 然後後來因為肚子餓 後來看見苦瓜 先吃第一口 就覺得滿好吃的 然後就給你一個 現在已經愛上苦瓜 所以你變了 老師 人會變的喔 會改變的 所以為什麼 我們等一下就是要教大家 改變的好方法 好 再看第二張圖 洋蔥 好 誰要講 好 王翔說 就感覺洋蔥很好吃啊 怎麼說 就是每次媽媽煮的時候 吃藥就會覺得甜甜的 韭菜 韭菜有沒有人 可以講講看對他的印象 就酸酸的 酸酸的 看起來也很酸 那那是爸爸呢 對韭菜第一印象 覺得那就是有點辛辣味那個味道 對 印象就是停留在辛辣味 對… 老師 大家看到這些 是 食物都會有很多直覺和第一反應 跟第一次的回憶 好 那所以呢我們會看到 像這一些青菜 你會發現它都有一個 比較強烈跟明顯的 我們一般人比較不能接受的 姑且把它叫做缺點好了 好 那但是各位有沒有發現 這些青菜都有很多的優點 可能你看 可是大家剛剛通通沒有提到 剛剛其實王翔已經有提到了 洋蔥一旦變成菜之後 不管是它做什麼樣的料理 你都會發現它其實是很甜 甜的 放到料理以後 那料理會變成很好吃的 對不對 然後苦瓜我相信很多人都知道 苦瓜對身體好不好 好 是的 我們都知道其實它是很健康 很營養的食物 那韭菜呢我們就會發現 它是很多料理裡面的 料理裡面的叫做提味 讓它味道更香 所以你有沒有發現 這些東西其實有沒有優點 有耶 可是大家都先想到什麼 缺點 缺點 所以為什麼 因為缺點會直接刺激到我們 所以大家印象都會比較深 對 可是優點對我們有好處 我們不會有困擾 所以一般人就很容易就會忘記 或者沒有留意到一個事物 或一個東西甚至一個人的優點 我們人本來就比較不容易 去看到優點 齁 崔老師 每一件事情一看 就先想它的缺點 是正常的吧 這是很正常 但是你有沒有發現 當這樣一想的時候 只要想到這個東西 我們的臉就怎麼樣 揍起來了 不舒服 想到那個同學你就很難過 所以我們在這裡 要教大家一個方法 當你覺得這個人有缺點 或者當你被別人說 你有缺點的時候 我們就要想想看 就像剛剛這些事物一樣 每個人有沒有其他的優點 有 那別人批評你 可是事實上你自己知道 你有沒有其他的優點 有 那所以楊老師在這裡 要教所有的人一個方法 當一個人或一個事物 有優點又有缺點的時候 我們很習慣先看缺點 先說缺點 如果你把它倒過來說 先講優點 譬如我們說 洋蔥做菜 那個菜會變得很甜 雖然它聞起來有一點辣 會讓人家掉眼淚 你看這樣的說法 跟你說 洋蔥好討厭喔 那每次碰到洋蔥 就會掉眼淚 雖然它煮菜還不錯吃 哪一個會說起來比較舒服 好 那誰要來練習看 說苦瓜 好 王晴試試看苦瓜 苦瓜對身體很好 但是有點苦 對 你看這樣苦瓜就很高興了 是 給我注意到我的優點 然後也知道我就是有一點苦 是不是這樣 那誰還要再練習 好 來 王翔 苦瓜雖然很苦 但是很健康 老師要盡力了 已經很棒了 他把優點跟缺點都說出來 但是再換一下 先說 先說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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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試試看 苦瓜很健康 但是很苦 所以有沒有發現 沒有 沒有想一下才能講 有沒有感覺到 對 好 那我現在要再問一件事 那你們現在可以想一想 有曾經有人批評過你嗎 對不對 那一些批評你的人的樣子 你現在想到以後 就有一點高興的人就打圈 不是 老師 我真的沒辦法高興耶 就打X 我看看 你現在想到的時候心情是怎樣 第一排的人全部都打圈 只有一個X 七個圈 其他都是X 打圈的人是為什麼啊 來 宗燕 想到他就還滿高興的為什麼 我問他其實有的時候還滿搞笑的 妳卻批評你的人其實還滿搞笑的 所以還OK 好 那其他人是不高興的 不高興的 好 我來問為什麼 我是覺得有好的地方 也有壞的地方 好的地方是讓我發覺自己的缺點 那壞的地方就是他們不應該用這種方式 讓我發誓 我覺得王晴講得很棒就是說 別人批評我 會讓我發現 原來自己還有哪些部分可以再改進嗎 這是很棒的 可是妳有沒有發現 剛剛小朋友都提到 如果他講的方式是比較幽默的 譬如說剛剛是忠燕提到嗎 滿搞笑的 對 滿搞笑的講 就好像不是真的那麼一直要來罵妳 說妳不好 對不對 對 或者如果這個人跟你其實有情 他是私底下偷偷跟你說 甚至我們剛剛教大家的辦法 先說妳的優點 再說妳的問題 妳是不是就比較能接受呢 說到這裡小恐龍頭上好多問號 怎麼了 老師 我們為什麼不能批評別人啊 你的問題 對啊 有這樣想的小朋友嗎 非常好 為什麼不能… 有這樣想… 有這樣想的人打圈我看 你們都覺得為什麼我不行是不是 我看 1 2 3 4 5 6 7 8 有八個人跟小恐龍一樣想法 為什麼不行啊老師 是 為什麼 所以為什麼會有這個 小恐龍很棒 你有這個疑問為什麼 人很想批評 那是很自然 如果連心理都沒有的話 我覺得他其實還滿壓抑的 忍住 應該滿難的 是 但是我們人慢慢長大過程 就是要長智慧嘛 那為什麼我們要學習 不要批評別人呢 我們先來玩一個小小的遊戲 好嗎 好 大家注意看喔 老師拿出來的 好 來 各位小朋友跟各位爸爸媽媽 有看到這張圖嗎 小愛老師有看到嗎 有 有沒有看到 有 都有看到喔 好 如果我問你們 你們看這一張圖 最先看到什麼 誰要告訴我最先看到是什麼 好 來 是 還有 一個字 最先看到樹木是不是 好 你們最先看到是什麼 雲喔 再來是 太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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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其他呢 果然小朋友真的是很不一樣 好 來 王翔 最先看到 最先看到的是那個 在草皮上的那個花 好棒 最先看到草皮上的花 好 來 陳展 最先看到那個 在白色的地方 黑黑的東東 你是最先看到這個 這個 那就要問媽咪了 對不對 那就要問媽咪了 最先看到的是什麼 瑞珍媽咪 是太陽 好 很好 真心話 王翔媽咪 最先看到的是 最先看到樹 樹 對 瑞珍媽咪 我也是先看到樹 好 大家都是最先看到樹 現在的妳要說好 這要 天上的白雲 天上的白雲 老師 大家都不斷看到 旁邊這些美麗的事情 好 到現在為止就成展 是最先看到那個黑色的 誰也是最先看到黑色東東的舉手 1 2 明明剛剛說先看到別的東西的人 現在又先舉手 1 2 3 4 5 6 7 8 9 4 十個人 好 首先放下 爸爸跟媽咪剛剛也是先看到黑色 但是忍住 先說別的的人舉手 沒有 好 老師 我們好像口是心扉耶 沒有 所以剛剛動動腦呢 稍微有一點小成功 但是你會發現 你這樣小朋友舉的時候 你有沒有發現 事實上多數人 第一個看到會進入眼睛的 應該是 對呀 怎麼會有個奇怪的黑色 在上面 但是你有沒有看到 剛剛舉手發言的 大部分都說 我看到樹 我看到花 我看到太陽 我看到白雲 對 好 那你有沒有發現 這可能跟我們剛剛進行動動腦 有關係 所以練習先看優點 真的很有幫助 你看到為什麼要做這個活動呢 這一整張圖 如果沒有這一個黑點點的話 它身邊一張很漂亮的風景畫 對 但是如果這整張都這麼美麗 只要這裡有一個小點點 髒髒的不好看 多數人馬上 我們的眼睛第一個會看到什麼 它會被塗出來 對 所以其實成長是很誠實的 對 那剛剛有很多小朋友馬上就舉走了 事實上多數人會馬上看到這個 我們會容易因為看到這個污點 這個缺點 忽略了其實整張風景是什麼 很漂亮 讓人家很舒服的 所以為什麼我們說不要批評別人 小恐龍 你會發現 批評別人的人 那個心思就好像完全都集中在什麼 這個污點上面 對啊 好 那我現在要問大家囉 想當一個呢 每一次說話的時候 很自然都先說出人家的優點 然後再給人家敬意 然後讓人家聽到的時候都會說 謝謝你這樣 想要做這樣的人的 打拳 大家都想要 好 手放下 那就要問老師喔 老師 那我們在生活上 要怎麼樣開始練習這種 不批評別人的習慣呢 好 那我想呢 今天其實呢 我們提供給大家非常非常多的 一個意見嘛 那最重要的我覺得 大家在家裡 特別是家庭的這個生活環境裡面 爸爸媽媽跟小孩都一樣 我們可以每天練習 譬如晚上要睡覺之前 能不能主動的去對你的孩子 或者對爸爸媽媽去表達 爸爸媽媽你今天做了什麼事情 讓我好開心 或者我們的孩子今天有哪個表現 是很棒的 我覺得每天練習去看別人的優點 很自然我們就會養成這樣的眼光了 所以難怪人家說啊 心美看什麼都美耶 就是可以雖然知道有缺點 又看到別人的優點 然後鼓勵別人的優點 把這個缺點慢慢改進 這樣的人真的會人見人愛喔 所以讓我們一起練習不要批評 多觀察別人的優點 我們會越練習越棒喔 祝福大家 被別人批評真的很不開心耶 所以我們千萬也不可以批評別人 讓別人不開心喔 現在所有的孩子們 我們一起來當一個看得見別人優點的好人 沒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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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太沮喪也不要哭泣 沒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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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難免犯錯 該過才要緊 我真心說沒關係 有著讓胸口慢慢的打石頭 好不好 不願感到連結給我 也不小心 快樂 沒道不愉快